苦尽甘来 往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红娘和赵富勤大姐 说了蔡建群大哥的情况后 她决定见一面 这个行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蔡大哥 然后这个是赵大姐 你好 你好 他们家是二楼 都好 金山云寺 二楼更不错 还行 二楼还行 好的 这是蔡大哥的卧室 挺好的 我家就去两室一厅 两室 有小厅 小房间 你原来有什么单位 我就是很有正式工作 我也是打工 我有社区医保 还有重大病的医疗保险 这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我几乎没啥负担 现在就算是 一点负担都没有 赵大姐的担心 被蔡大哥一下子 就觉察了出来 赶紧说明 这么多年未婚的原因 有的人 这是女的不是 物质力挺 要求挺 我俩就出了半年 她就提出了 我的产权问题 我的工资问题 然后到结婚的时候 你得给我多钱 她要了20万 一开家庭会议 所以这人不能同意 你还没啥地呢 你首先就要钱 要房子 要什么的 钱也损难 钱也损难 也没结婚 管你要这些东西 钱的物 这些东西要到手了 他把你碾回 不让你在那住 那你也没有啥 依据 俩手做控制 对 没有平等 对 都给你家里人 帮你拿了出来 这个别多拿了 都给一大人 都给人家 往我这钱打进去 他对 其实他商量是对的 那要是真实女性的因素的话 那么我对的男的评价就够 那他就很準 我有两顿离婚 然后这不是我女儿五岁 我和她爸爸 我们俩离婚了吗 2013年的时候 完了经人介绍 完了就是第二段 这个婚姻 完了爱婚姻 完了介绍之后 我们俩就登记了 结婚了 然后13年结婚 13年离婚 也是因为我姑娘 才22年没结婚 他也是对我看女儿情 啥的也是有点不太高兴 他说的 如果我和你女儿 你选择谁 那你们听着这话 那你肯定选择姑娘的 不能选择她 那如果要是大哥 碰到这种情况 你会像当时 他第二任丈夫那样 说你在我俩中间 你选择一个吧 我不会 我不会 既然看这种地方了 我就不能有那种想法 人家亲生孩子 你咋能本人隔离 隔开呢 这是不对的 你觉得大哥是这么想的 嗯 大姐觉得 谢谢 理解 理解万岁 在赵大姐心里 第二段婚姻 给她不小的打击 蔡建群大哥的这份理解 在她心里 是一种温暖的慰藉 就在此时 蔡建群大哥 决定向赵父亲大姐 说一下家里的情况 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 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